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叫说他炸掉俄罗斯修建的跨海大桥 欧洲又劝友拉才平息了此事 今年也不例外 乌克兰军队准备在新年之际更换一批武器 于是向德国求助 希望德国能将淘汰的武器和即将过期的弹药送给乌克兰军队 说难听点 二毛就是挨家挨户受破烂 德国要是给了 法国可能也会施舍一点 12月27日 乌克兰外长普里斯·泰科却对媒体抱怨称 德国拒绝了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请求 很遗憾他希望德国能重新考虑其立场 他还称乌克兰面临着国家生存问题 柏林已经为乌克兰做了很多 但反正还很不够 乌克兰军队的武器更新 一直困难重重 旧装备没钱更换 故障频频 西方国家把淘汰的装备送给吉普 那就算是援助了乌克兰 有人或许会问 美国不是一直在援助乌军吗 但美国的套路是 你得向我买 就像12月26日 乌克兰国防部与美国签署的 采购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合同 乌克兰需要支付4400万美元 而这钱就是从美国军事援助款中列支 美国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原因很多 比如国内法律限制 还要向俄罗斯表明 这是乌克兰自主采购的武器 不是美国直接送的 同时告诉乌克兰 武器一定要付钱买的 援助款给你 是因为你没钱 等你有钱了 就用自己的钱来买 韩国 中国 台湾 都是这个套路 其他轻型武器装备 乌克兰就靠欧盟捐赠 居然连轻武器都无法生产 鬼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乌克兰不是没有能力生产武器 而是工厂开不了工 开不了工就发不出工资 政府没钱 没钱就无法向军工企业下单 没有订单 企业就没有收入 美国援助款 又只能向美国军工企业下单 破烂前两年还能收收 现在德额正处于 共建北希尔关键时期 范博山为此破坏德额关系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德国连破烂都不会给乌克兰 哭求没用 抱怨也没用 你凭什么要求德国重新考虑立场 你能把德国怎么样 二毛觉得民主事业 理应得到支持 民主多少钱一斤 能当饭吃 能当天然气愿 走火入魔的乌克兰 通到现实主义的德意志 于是民主也就变得跟破烂一样不值钱 武器只是一方面 乌克兰现在连吃的都成了问题 12月27日 乌克兰农民联盟负责人 托米奇 在吉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乌克兰粮食严重依赖进口 已经无法与邻国竞争 托米奇还说了个惊人的消息 乌克兰甚至被迫从非洲进口土豆 这简直是国词 据统计 2019年7月11日 乌克兰土豆进口量增加了700倍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了它的主要粮食供应者 乌克兰曾被誉为欧洲粮仓 是苏联工农业的主要基地 粮食出口大户 卧土还在 人口还在 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和瘟疫 乌克兰农业生产能力哪里去了 以土豆 蔬菜 畜牧产品 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两次颜色革命 年轻人都热衷于老民主 拒绝从事脚踏实地的劳动生产工作 任何一个国家都经不起长达14年的年轻劳动力流失 二 农业生产建设 需要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制定全国性规划 并投入专项资金 如水利建设 化肥补贴 价格补贴等激励措施 十几年的政治动荡 政客都热衷于选票 农民只有在竞选时才会被提到 结束后 谁会关心这些又琐碎又麻烦的事物 三 自由化市场经济迷失 乌克兰在美国的调教下 经济官员和经济专家 完完全全相信西方的自由交易原则 相信粮食安全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保障 他们在为这种思想而自豪欢呼 现在混到像非洲进口土豆 对一个国家而言 工农业武功全废 这是作孽 但在美国人眼里 乌克兰是民主典范 千方百计要别人效仿它 美国绝不会去帮助乌克兰脱离国海 毒药还源源不断向这里输入 不需要面包 不需要防止 只要民主 乌克兰真是得到成仙了 除了武器和粮食无法保障 乌克兰连社会公共救援设施都严重缺乏 比如消防车 云梯 挖掘机等 富得牛油的寡头们是不会出这钱的 波罗申科年年赚几亿美元 但他宁可花几百万美元庆祝生日 也不会把这些钱拿去买救灾设备 政府又没钱开支 怎么办 中国本月向乌克兰救援部门 移交了52台设备 总价超过1350万美元 12月26日 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发文感谢 我想对中国领导人和大使表示感谢 中方以9500万元价格提供了52台设备 所有中国设备都将用于救援部门 中国移交的设备包括消防升降机 云梯 汽车起重机 履带推土机和平地机等 帮乌克兰解决了燃眉之急 2016年 中国援助过一批救援设备 这是第二批 中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 但美国那双贼眼一直盯着 翻翻蓬佩奥 希拉里门 这些年对中国援助非洲的诋毁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逻辑 援助就是拉拢 拉拢就是挖墙角 挖墙角就是有所图 有所图就是想控制 中国与美国队伍援助有什么区别 中国是改善民生 美国是政治操纵 基于中国能从乌克兰得到什么 美国爱怎么想 怎么想 蓬佩奥气死活该 国内某些狗狗永远是一句话 中国又撒钱了 西部人民还在吃草 要是这样 美国应该开心还来不及 乌克兰国际处境 美国要他命 欧洲看不起 俄罗斯落翻 还有谁能真心帮他 乌克兰却有一个梦 加入欧盟 加入北约 并写入了宪法 2005年3月 美国扶持的总统 优先科成保证 乌克兰在2016年前 一定会成为欧盟成员国 德国和法国称 这是不成熟的想法 但方向值得鼓励 于是给了乌克兰 5亿欧元民主学费 2008年 乌克兰成为WTO成员 却发现在欧洲没有市场 只能卖卖樱桃等农产品 2011年4月 欧盟主席巴罗佐访问基普 向乌克兰人泼下一盆当头冷水 欧盟要求 乌克兰先解决IMF债务 再谈入欧 而乌克兰一直认为 入欧之后才能还清债务 在引以为豪的军工产业方面 欧盟告诉乌克兰 这些是苏联遗留下来的 威胁欧洲安全的隐患 你要加入欧盟 怎么能保留这些威胁呢 欲入欧盟必先制功 乌克兰就信了 他的军工产业瘫痪 除了客观因素外 还有主观因素 然而制功之后 人家更瞧不起他了 乌克兰之所以相信入欧这个话柄 是因为他相信美国会兑现 帮助他入欧的承诺 问题是入欧美国说了不算 换句话说 就是美国与欧洲一起演了一场戏 让乌克兰为了入欧 而不断满足他们要求 目的就是将二毛从大毛身边拉开 二毛与大毛在2014年彻底翻领 当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后 美欧顿时忘了当初视野 共同捍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入欧明显是个骗局 以前欧美骗乌克兰政府 现在是乌克兰政客 用这个骗人民 乌克兰入欧已是断不可能之事 对中国来说 却是无心插牛柳成英 乌克兰一旦入欧 他的军事技术 就不能与中国单独合作 会收到欧盟针对中国的限制条款约束 不好意思捡了个漏 乌克兰加入北约 永远只能是申请过 连北马其顿都转正了 乌克兰却只能在门口站着 2008年德国法国就投了否决票 现在更不会同意 谁愿意抱上一个 与俄罗斯开战的定时炸弹 对乌克兰来说 当他连德国的淘汰军火都得不到时 还要迷信什么民主阵营吗 一年的民主优越感 饭吃饱了吗 乱七够吗 乌克兰惨状 就是一个被美式民主开光的活标本 产业卖光 家里摆光 人才走光 谁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靠妹子搞经纪 走自己的路好好活着不行吗 但要走上自己的路 首先你得独立自主 不甩掉那只鬼手 乌克兰就恢复不了正常 而此时的乌克兰 需要一位驱魔人